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对冯唐特别感兴趣的是 他多才多艺这块的 你说作为一个妇产科专家 发愿要写最好的情色小说 这也是专业对口 妇产科专家 是 我是协和的妇产科妇科博士 瞧瞧 沈坑老女和的博士生 学了八年 多少孩子是从你手里出来的 不是 那没有 妇科跟产科是有区别的 我是做妇科肿牛的 乱肠癌之类的这些东西 怪不得很多女粉丝都特别喜欢她 所以我帮不上你们俩 不是 听说这个 我看她写的文章里 她有她特有的这个细腻 比方说她谈到有一些人的 女性的心理 咱们就不理解 就比如说女性得了子宫肌瘤 对的 她心理上会出现什么 女生跟男生 我觉得相对来讲 有些对疾病有些不一样的态度 女生似乎更喜欢看病 更担心自己没看好 她会夸大 一线一鬼 她会夸大 男的一般都说 自己没病没病 没事不愿意去 这女生一旦看起病了 就没完没了 所以女生容易 不看出一点什么病就不罢休 对的 她老担心自己没好 男的只有在一个病上 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这还有讲究 男生你能猜出来 在什么病上吗 性病 他老担心自己没治好 那我们徐老师 你有类似的经历 我是说我们徐老师 基本上是把他心脏病当性病了 一年他都在疑神疑鬼 在担心 对那没办法 那的确是 这事这俩事还相关 就像伟哥 原来是治心脏相关的 治高血压这些东西 对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真是相关 而且他跟性学方面的著名人物 也特别相关 你看咱们性学导师李银河 对吧 你觉得李银河特别喜欢他 甚至于在李银河 能叫出柜吗 李银河这不算出柜吧 他没承认 对 甚至于在李银河公布消息之前 外界一度认为李银河爱上的是冯唐 因为李银河听说公开说过 就说我觉得小说写的最好的 第一是王小波 第二就是冯唐 结果人家说 所以就不二 对 结果你好像还不给面 说王小波我看没那么伟大 是你说的吧 你看这不挑事 挑事不办事 其实呢 李老师呢 是一个学者 学者呢 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刻板 来说这个事 最近那个消息我也看了 其实说实话 我没有特别看懂 你也没看懂 因为相对复杂嘛 对吧 而且咱们 这个社会对这些事情 谈论的也少 描述的也少 就没有像国外说 这么多类型 咱们以为就是非直即弯的 或者说最多有个 有个这个 有个败 就是有男的也喜欢 女的也喜欢这种 对 他那个定位说是 女性身体男性的心理 心理 我想应该有 他是专家 但是就是以前 这还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原来学医的时候 其实就只管身体 心理学的特别少 我闻到那是李银河的事情 他想了一整夜 什么前半夜 后半夜 后来节目里还忽悠一串 我后来回去 想搞什么 不就双性恋吗 就是男女都行呗 对不对 有那么复杂吗 从另外一个角度 人家爱干什么 喜欢啥 别人 你愿意 愿意嘚啥就嘚啥 你甭管人家 对吧 又不爱别人事 对不对 但是这个关乎到 这个我们人对自己的这个认知 你就比如说他写这个不二 那难道真能当黄色小说看吗 我恐怕也是关系到 你是挑着那黄色段落看的 我不用挑 我挑不出没有的地方 问题是 我挑不出不黄的地方 这么厉害 你没看 你不是在机场买了吗 买了就没看 到现在 买是买了 不是 徐老师 你是研究现代文学的 对吧 我也想请你谈谈 这个冯唐这也算是一个现象 他算70后的 对我7年 代表性作家了 7年 他非常特别 他非常特别 不二啊 这样的小说 不过他刚才讲那番话 倒使我想起一个统计 他们说作家 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作家 很多人不是到中文系读书吗 想做作家吗 其实那很少可能 统计出来做作家的 最高比例的是两类人 一类是记者 一类是医生 你瞧瞧 他还真是 而且他不但是医生 他还是CEO 他 当我 企业管理 还什么麦肯锡公司 做什么 在麦肯锡做个合伙人 做快十年 这个太别有意思 而且他写的号称情色小说 情色我们不是贬义的 我们说 可他又是妇科的医生 这比 这比 这比那个拔牙的 那个牙科的于华 后来写这些暴力 这个小说 好像更有关系 于华那个已经被人追得很厉害了 说你这个以前整牙齿 整出那份冷酷啊 他这个更厉害啊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为什么医生这个容易变成作家 其实我能想象两点 一个呢 医生肯定要学各种跟人体相关的东西 解剖啊 生理啊 病理啊 等等一系列的 所以说他描写起来就好像 画家早年受过非常这个严格的素描训练 他就相对来说写起来就方便 对吧 比如说我要描写你身体 有可能就比徐老师要精确一点 对吧 那二百二百零六块骨头 然后大致什么样 什么地方有凸起 所有的文童 对吧 这个心寒 这个 我觉得第二个呢 呃 医生通常按我们的行话讲 应该是一个关心人类的职业 啊 所以说他会呃 从心理上多能体会一点 这个大家的辛苦快乐等等 所以你要有这些体会的话 就就就容易写 对 所以现在文学的两个主要的人物 一个鲁迅一个郭沫若都是学艺的 还有孙中山呢 孙中山最后他要把国家给治一治 是吧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医疗不二啊 徐老师来神了 对 因为冯庄在讨论这个问题很合适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呢 不管他认真看还是不认真看 他把你小说当做情色小说看 但是你你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 这个这么一种看法 而且你自己是怎么定位你的作品 我觉得有两个差异必须要说清楚 也就是说第一个差异呢 是色情文学和纯文学 呃 我觉得呢 呃 或者说你更严格一点的说 你说呃 严肃情色小说和呃 这个文会的作品实际上是纯粹为了这个排解性欲用的 我觉得这是不太不太一样的 呃 就比如让你让你让你这个假设啊 让你脱着裤子去裸奔 对 你你以为自己能做到 其实你试试试试看 到门口自己就回来了 哎 有可能的 我以前那个专门写一篇论文 就是讲于达夫的 就叫关于颓废倾向和色情描写 那是三十年前 陈文啊 那个时候就读研究生的时候 就非常困难的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在在在我们的理论界 在实际一直到今天在网络上 嗯 还是一个非常受争议 后来学生每次也都是反复的问 那学生啊 不跟你讲很多理论 就是说到底什么色情的 什么是情色 我们如果界定情色是文学 嗯 而色情的这不算是文学的话 嗯 我想个办法 是不是 凡严肃的情色的东西 都是看了以后你不那么舒服的 就凡是你看了以后很舒服 得到一种享受 观能享受的 是的 那就是一个比较色情的 我给他们举了个例子 我想他们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 就是色戒 嗯 就是李安拍色戒 哈 张爱玲小说里只有一句话 就说那个跟那个男的在一起 就在写热水澡 就那一句话呢 李安拍了三场戏 三次不同的关系 第一次是男的侵犯他的那种 占有他 第二次是打平手 嗯 技术上很高 第三次他已经占上风了 是 反复拍那个枪的暗示的镜头 是 其实他已经可以落手去杀了 是 可是他这时候有点爱上他 是 但是三场戏 作为观众来说 你都很压抑 嗯 都很难过 都很紧张 你不会有幸的快乐 所以后来 我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徐老师这个比喻特别好 其实呢 稍稍你再跳出来 实际上就是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的区别 我当时是这么分的 这严肃文学 因为从我是学医的 从学医的角度来看 它相当于去医院治病 嗯 而这个通俗文学实际上是SPA 是去一个按摩院 嗯 也就是说治病是让你疼的 你会觉得难受 给你拨开你的人性某一个痛点 捏一捏 实际上那种捏的过程 实际上不是让你爽 是让你痛 让你觉得难受 让你觉得 哎 痛过了之后 你对一个自己有一个更明确的 更冷峻的认识 而这个通俗文学 或者庸俗文学 基本是我的定义就像SPA 它一定是让你爽的 但是不能给你解决问题的 对 这个我看啊 就有两头 就作为读者这一头啊 就有点像那个金平梅里说的 就是说 淫者月之以成淫 圣者月之以成圣 但是呢 这跟这个作家啊 他的这个居心有关 你写的时候 是什么心思 所以这个我倒是想起啊 你说这个专业作家 我倒想起你这妇科这块的 我这个问题啊 很粗俗 也很愚蠢 但是可能跟他有点关系 比方说 我从小就一直在想 比如你是妇科医生 你也是个男人 很荷尔蒙满满的男人 那么你在医疗的时候 接触女性的身体 尤其是她的身体 还很较好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完全无欲的吗 是很非常专业 完全就当它是一具器官 不受到任何吸引吗 简单的答是的 基本上你把它当成一个人来看 而不是一个具有这个性能力的女人来看 但这是超我的层面 这是一个专业 那有没有有没有专业性 这是应该是 但是实际上呢 我觉得我个人体验 只要是在看病状态下 其实我自己是意识不到 这个浅层的东西 也可能回来这个忽然想起来 哎那不错哎 这个但是那已经是在洗完手 自己可能吃饭的时候 可能已经不是在那个状态上 是很像画家 画家如果人体模特 我也问过他们 我说你画的时候 心里有没有 他说画的时候 如果我不是为了这个 今天的画的主题 不是为了这个描写我内心的性欲 那基本他心里就可以做到没有 就只是人体 我要比较精准的看这个人体 那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你在写这个不二的时候 你的内心其实并不是像你说的 往斯巴尔那个方向去写的 你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什么感觉 是的 其实这个书写呢 是我自己送给我40岁的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 就是我自己5月的生日 我刚刚不是一天生日 5月13号 对 在那天之前 是5月11号 我最后结的笔 为什么说是送40岁的这个生日礼物呢 我觉得40岁之后 这男的从性上就要走下坡路 我基本的想法就是说 我在走下坡路之前 把我上半辈子最困扰的我的一件事 写清楚 就借一个这个初唐 唐太初初年 唐超初年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这个 于轩机的故事 给他说清楚 大致是这么一个初衷 我什么地方有困扰 我什么地方 当然没有这么直接 说我痛苦 我痛苦 那那不是成 对吧 成街上 从不同的角度 设计一个故事 设计一个结构 把主要的一些通点都呈现出来 是这么一个故事 作家写的时候的用意 你刚才说到了 是一回事 读者怎么看 又是一回事 我那个时候看金平梅的那个全本 那就完全不行 就是那个 那但是 要看完全本才不行 看到一块就不行 看到中间就不行 就躲在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说读了研究生 在可以进到书库里边 是 那个是 张松坡 就是那个批本 就那种现状 张松坡 张松坡的那个批本 那这个看着 但是事后冷静来想 那是我不对 对不对 那不关这个作品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 也不能说不对 也不能说不对 这个我跟你说 跟那个 跟这个环境 保汉不知恶汉机 有关系 你像 你是七十年代 我是六十年代的 我小的时候 你知道那处于一种什么状况 就甭说你作家写什么 我只要在一个小说里 看见白嫩的胸徒 这五个字 女体 对 我就跟今天你看了AV 是一样的感觉 那你说 赶快找一没人角度 赶快脱裤 我后来觉得特别傻 我后来想 就是我跑到图书馆 就看哪怕是那个小说 苦菜花 里边 对对对 胸部 那有一个什么情节 女人的乳房 我就看这几个字 我就满足 后来我想 我干嘛不自个写 咱们吃一样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封堂也是 当年看这个黄色手抄本 孕育出来的 我错过了 没看过少女的新 最近看他们重版了 把它买来一看 一点都不好看 什么都找不到 还有一个叫 漫娜回忆录 你看的是 那个香港印的那边 对对对 它里边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短版 一个是长版 发现了 你都研究过 原来手抄本 就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很短 没什么情色 还不如不二呢 那当然了 不二 那是文学 这是文学 不能回我 但是刚才 我岔看一话题 刚才徐老师 谈到李安 我那天 偶然我有时候 留一些人的话 我那看到李安 讲的一个话 我觉得也可以谈谈 当然这么一谈 就以为好像在说姜文 其实不是 我觉得 这是两种观点 我想就教于你们了 就是 2013年5月 我那天看 李安有一次接受的采访 他就说 他说他觉得 大陆的导演 有些有点自恋 然后他就讲了 其实他的一个艺术观 他说 我觉得这个艺术 不能只是 你说你表达你自己 他说你要光是表达你自己 那么那就叫你自己 那就不叫艺术 他说我认为真正的艺术 应该是浑然天成的 应该是一呼百应的 他不应该是一个 所以这样的一种观点 我不知道 因为但是咱们很多大陆导演 他们主张的观点 就是表达我自己 我这说说 其实徐老师做文学的 这文学里边有种说法 作家分几个等级 比如说写出你 写出我自己 二写出人们 三写出人类 大致可能分成这三种 也就是说特别好的文学 你读上之后 会让你产生 对全人类的感觉 所有的故事都会重现 所有人类的故事都会重现 但是呢 我觉得切入角度 跟艺术家不一样 有些他就拿自己 当成一个钻井 我就钻下去了 我自己是了解自己 拿自个当标本 但是他要跳出来 从一个稍稍游离的状态 来看这个自己 就别把自己 跟自己绑在一块 要有一个游离心 跳出来看 当成一个人类标本 来看自己 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对了 但你说的所有东西 只要是 如果是把自己绑得太紧的话 就所谓我职太盛的话 看自己啥都好 这是一大傻子 对吧 我觉得这块是有差异的 我不知道你 理解我的意思 你知道 我不是挑事 关于他 他有一个提法 我是同意的 就是当年就说 这个韩寒的小说 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 里边提出过一个叫金线 我就同意 因为现在 尤其是这些搞现代艺术的 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就变成 我说这就是艺术 这就是我的艺术 这行吗 相对 对吧 好像那么行不行呢 但是我就觉得 虽然我说不清那是什么 存在着一个绝对标准的 就是那个就是好 没有什么争议 那就是 否则的话就是博物馆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接着说几句 其实金线这事引起争论 是个很怪的事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觉得这有什么可争的呢 任何一个手艺 任何一个行当 存在一定的标准 只说这个标准不是很量化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吗 在我们这么一个时代 这种常识都会被人跳出来说 这常识不存在 我觉得是很可笑的时代 好了 比如我举例 你是做主持人的 虽然一个好主持人 这个标准 你说不了特别清楚 但你看两三集 一个人主持的 你基本心里有根下 那当然了 而且呢 转回来 我假设啊 这个把你当成好主持人 当然你就是好主持人 不是 假设吧 你再有几个好主持人 同时看一个节目 你们的判断应该差不太多 内行 内行一看都知道 文学上就特别明显 比如说你叫我 必非与格非 这个几个人 如果大家不昧着良心 看实业 某部小说 大家的标准 我觉得80% 应该说过线没过线 应该是类似的 是的 是的 不幸咱就可以看 这跟盲品没关系 在同自己这个行里边 比较容易 稍跨一行就不明白 是的 就是你叫我们评小说 我参加很多这样评奖 虽然上次跟 必非有语照台湾评奖 最后跟这个台湾的几个洋照 他们观点也很不一样 是 但是总还能沟通 是 但是你要叫我讲画 比方什么艺术品 就是画画这种东西 就完全不懂了 同意的 这个标准你真是不懂了 最近不是什么 有幅画几乎是白色的 买了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我有时候就一跨界 但是你知道文学这个领域 是什么人都可以来掺和的 所以很多人也是像我们一样 一跨界来看的 一跨界来看 他真是有时候会得出一个结论 尤其是做理工的人 讲究实证 有一个很直进的客观标准 有个科学的判断 他会觉得你们这一行 你们该什么什么 真的你们自己说的吧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个会看的看门道 不会看的看热闹 那是 所以你说从某种程度上 难道文学是属于会看的吗 是属于看门道里的人吗 但是文学 有的人认为是可以看门道 但是很多人觉得都可以看 文学是谁都可以来发言的 对 谁都可以来说 不二在最广大的读者当中是个热闹 是不是 这个类似于一个金字塔 就是也说 我自己个人体会 你比如说不二 最广大的群众可以看到情色 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等等 但是再往上走 其实又回到文学的本身 所谓的心目中的理想的读者 其实是存在的 是什么意思 我写的时候觉得用心思的地方 如果你给足够长的时间 足够大的读者群 一定会有两三个读者 说 通常那块写的好 我知道那块心思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个文学最美的 就是说 就像我当时读扫矣琴 或读这个 这个 《红楼梦》 读这个 这个 金平梅 那个作者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 我在一个小屋里边 点盏灯 翻的就是很简单的白纸黑字 忽然觉得 他里面写的还真好 就这个角度 妙极了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 扫矣琴也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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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的 这个 这个 金平梅的真实的作者 他应该感谢我 他应该因为有我这样的读者 而感觉特幸福 这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我记得我以前说过 当我们挤地铁的时候 周围都是人 但是你 其实心里觉得 你跟沈从文 你跟鲁迅的距离近得多 这些在你身边 挤在你身边的人 离你很远很远 周围 甚至你的亲戚 甚至你的朋友 跟你有直接厉害关系的人 他们也可能 而另外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因为一句话 你跟他们觉得很近很近 这个真是不得了 千载之下有之音 所以我挺喜欢 有个成语叫周郎故曲 就是三国的时候 周瑜 周瑜这个人精通音律 他在宴席旁边有人演奏 弹错了一个音符 他也不说话 他就看一看 就是取有物 周郎故 他看一眼 只有他明白 咱这音芒 你什么你也听不出来 是 是吧 那有可能是那女的 故意想引起她的注意 作家的思维 那你就是照着这条金线 觉得不但韩含远远没到 连王小波也有未到处 王小波是在坚决之上 王小波在坚决之上 不能挑 绝对未经播出 健康新概念 我没说 下集还有 下集聊聊 下集聊聊 还还怎么不行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